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这扇木栅栏上 所留下的血迹最多 还有那边 补田割口法 对 但这不是唯一的一刀 你们来看 这边这一片的血迹 和那边那片的血迹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边的血迹量小 那边量大 但是从位置上来看 这也是侯部的位置 而且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死者和凶手之间是有搏斗的 看到了 全部都是血迹 直到喷到那个窗户上 这样看来 凶手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 他很想用补田割口法行凶 但是 因为自己的身手 不够敏捷 所以 不得不用了两刀 这宇渡圣奎之前说的林阿珠 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这宇渡圈里面 就算了 我可以继续 在这宇渡圈里面 这宇渡圈里面 是一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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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想靠吃这个药 才能过这一关 你喝酒了 没有啊 丁山洪同志 我再跟你说一遍 被害人的死跟你没有关系 你做了你自己应该做的 就是因为你接听了真相 敌人为了掩盖阴谋 才把他杀了 如果这块石头 你从你心里面永远搁着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不要想睡着 我明白 但是 我总要有个过程吧 我是用了半天的时间 容飞 你能帮我个忙吗 说 之前 那个被杀的白衣 每年都要去墓地 给他鉴定过死亡的人 去烧吃 我现在 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 我也想去他家 给他烧点吃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谢谢 我看我 我看我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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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过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家乡有个风俗 在放天灯 把这个灯点着了 放了 你的心情就会好一些 就会把你心里面所有的晦气都带走 或许我杀敌人的时候 每杀一个 我就会放一次灯 边放我边说 我杀的是坏人 如果不把他们杀了 可能会死更多的好人 把这个灯放了 你的心情就会好一些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 龙飞 看来睡得不错 这还得谢谢你 我和小刘啊 又去做了一次师姐 死者脖子上的刀痕 确实是两次所为 这充分说明 我们从见现场得出的结果 是正确的 龙飞 怎么了 那么严肃 又遇到坎了 别捣乱 你听龙飞说 我一直在琢磨 莆田割口法的事 有两种可能 第一 凶手 是在冒充林阿珠 嫁祸林阿珠 但只不过冒充得不像 第二凶手就是林阿珠 只是 没有当年的手法灵巧了 变得迟钝了 所以 没有做到一刀致命 我觉得应该是第二周 你说现在都解放了 哪还有什么黑道杀手 他们肯定早就躲起来 不敢出来了 这时间一长 伸手自然就迟钝了 不 我觉得是第一种 别忘了 我们现在调查的 可是前夫特务的案子 这些特务 很可能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所以 他们要栽赃陷害 不管是第几种 背后买凶杀人的 一定是特务 所以 在新的线索没有出来之前 我们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 医生杀人案 直接反映的是万能潜伏特务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这条线索 追查下去 那接下来的工作 小刘 你继续负责尸检 我来负责莆田歌喉法的线索 盈山红你继续去调查洪孙的案子 因为杀人是从他那儿开始的 好 我也去各个区的户籍那儿去查一查 相信能找到一些痕迹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咱们宿舍出了个酒仙 一大清早起来 我就看见楼道里放着个空酒瓶子 酒还不错呢 什么酒仙水仙子呀 那是我喝的好吧 老张送给我的 我先去调查了 我得赶到大家上班之前到 你们慢慢吃啊 小刘 我问你啊 枯墙里螺钉肩膀的情况 你调查得怎么样了 上次专家说 这种螺钉一般都是江户鱿鱿用的 正规医院基本不用 我们就调查了一下 本市江户鱿鱿的基本状况 监狱里就关这个 要啊 怎么会 miracles 啊 不好 广多玩意 门 命 又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我的证捷 谢谢 请问你找什么人 孟丹 大约三十岁 解放前曾经在这做过地下工作 代号洪笋 四九年被捕入役之后 从此下落不明 这解放前的可不太好找 这个我知道 这样好不好 你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检索方向 我跟你一块找 起床了 要不要 要不要先擦擦脸 后背痒痒吗 我让你让你让我关系这些话 我让你让我到onomy 然后我不想到olor 你让我来 釣子 你让我拉着 我让你摆着 好 你让我先分散了 你让我来 我让你让我来 你再 successor 你让我来 新河水 好了好了 是我的错 我这不是赶来了吗 五分钟 你真正知道了五分钟 你在外面玩疯了吧 我渴了 我饿了 谁管我 我当着谁给我打针 我要是死了呢 不许胡说 振脱 你要再不理我 我可就走了 我跟你说呀 我还有糖呢 你瞧 甜吧 嗯 你再帮我看看 红顺的遗柱吧 要不是我帮你 看管着这些个遗柱 你说你哪什么骗人 要不是我瞎 谁会在临死前 把遗柱给我 左边 这一个小箱子里 你可赵可颜的遗柱上写的是真的吗 他家人真的在砖底下 发现了金子 给我 跟赵详细 跟赵石仙画来的酒 好像快喝完了呢 十五年都画掉啊 太好喝了 这次换点什么东西回来 但就是胡子疤 大家都这么叫他的 你还得替我去办件事 说吧 你去看一看 第七个书镜里边 有一根 在肩膀的宝贝 有一根罗钉的 真的有人在肩膀里钉罗钉吗 你知道了 谁跟你说的 就是那个龙飞说的 那天他在监狱里问我这件事 说监狱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终于找到了罗针前吧 你认识他 傻孩子 那个书镜里边的人 本来应该是我 你让我带给你的烟 他一定很可爱吧 你让这就是新火太旺 平时多喝水少吃咸的 我感觉非常太重 走起来 倒 给我走 是 那咱说定了 以前是有人用这种东西给人结骨头 不过这水最差的呢 要这东西要好的话应该又小巧 你们以前地下党经常用这个挺多的 不敢去医院吗 怕暴露 地下党 你接过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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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中医 平时也就是给你开点药方的 调理调理 顶多是打打甲板 像这种伤筋动骨的事呢 不敢 不敢 你知道谁会做这种手术吗 这你让我好好想想 这都很多年钱的事了 有个叫林阿珠的人 你听说过吗 林阿珠 好像解放前黑道上 有一个替人干脏活的 叫林阿珠 干脏活 就是替人杀人的 你见过这个人吗 不不不 我是个百分之医生 从来不跟这种人打交道 我呀 也就听客人嘴里说说 回去以后啊 写一份关于林阿珠 和罗丁肩膀的资料 越详细越好 交给我 来 是 是 走吧 是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找人家做什么 你知道人家看不见的 为什么要偷听我说话呀 我哪有偷听你们说话 我只是刚巧走过而已 没偷听 你为什么躲着我呀 我躲你做什么呀 再说了 我躲得过你吗 你有一副好好的眼睛 欺负人家看不见 来来来 快起来快起来 没事吧 没事 这以后啊 不要老往监区里跑 这是一个工作的地方 而且到处都乱糟糟的 是吧 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乱不乱我比你清楚 好 走 跟我到招待所去 去那干吗呀 去了你就知道了 我有礼物送给你 行了行了 我承认我在通行你们讲话 你就别跟我耍什么花招了 小鬼精卫 来 摸摸 来 摸摸 什么东西啊 冷冰冰的 又硬又扎人 这个是海螺 是叔叔特地让我的朋友 从海南岛给你带来的 他以前呢 是生活在海里的 又白又漂亮 来 把耳朵放到裸口上 你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真的 真的有声音 耍 听到了吗 这就是大海的声音吗 对啊 这是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海浪的声音真好听啊 这真的是给我的吗 是啊 我是送给宝宝的 你没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那你想换什么 想换点什么 我 我没想换什么呀 为什么 不行吗 不为什么不行吗 那宝宝也送给龙飞点什么 好 那我听听你要送给我什么呀 你还记得一九四七年 夏至那天你和鸽子的事情吗 四七年夏天我和鸽子 一天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有了更多的心眼和好感 就像家人之间的 七年 为了工作需要 尽量半年好 尽量半年好 在你夫妻的心下 我向鸽子提出了 两个人不再分床睡了 鸽子同意了 那一晚 我先睡了 我就知道 我们先睡觉 这时间就吝啥了 好 我想知道 我和鸽子 等我夜里醒了 发现鸽子 还是睡在了沙发上 我很惭愧 觉得自己欺负了他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跟鸽子 提过这件事情 鸽子都告诉我了 其实 我早就准备不再分床睡 好几次晚上有人来找 分开睡 留意着人家怀疑 我就等着龙飞提出来 他是上级了 所以 那天他说了 我就答应了 可是 等我洗漱完回屋 才发现不行 我会把靠墙里面留给了我 可是我不敢睡墙里面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墙上的虫子 爬到我身上 所以 我一直是睡外面的 可是龙飞睡着了 我不想把他叫醒 就只能睡沙发 第二天 我觉得龙飞好像有点生气 也没有再提这事 我也就没跟他再说起 是这样 那你知道鸽子为什么睡沙发了吧 看来 你的确知道不少鸽子的事情 你相信我了吧 那你没问问鸽子 我们最后在一起的那天 分开之前的事 最后在一起 分开之前 就是 我问鸽子 解放了 我的任务也就结束了 到时候 他怎么想 鸽子没跟我说 鸽子的确没跟我说 没关系啊 你已经告诉了我 很多我不知道的鸽子 谢谢你 好 来 拿着 宝宝也谢谢龙飞 这排骨蹲得跟豆腐一样走 我是不能走路了 可我有狗好样 你不能像对付老头老太太那样对付我 跟你说话呢 哎呀 一天三顿饭 晚上还要加夜宵 我是个小孩子 能这样做已经够好的了 并且我还是个瞎子 一天三顿饭怎么了 我这个大伙人天天躺在床上 就这三顿饭这点享乐 你不愿意做就别做 我又没求你 这种日子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死了算了 哎呀 怎么又说死呀 好了好了 不就是排骨炖得烂了一点了吗 下次叫他们注意点不就行了吗 好了好了 这不是犯罪的问题 就从龙飞来了以后 你就跟你见不一样了 有什么说什么 别东扯西扯的 谁东扯西扯 我说的是问题的本质 我去龙飞那里 还不都是为你打进消息 打进消息 那裤腔里边 有没有落定肩膀 你打进到了吗 你得先向我道歉 好 我向你道歉 不行 真沉一眼 宝宝鬼 宝宝 宝宝刚刚到睡了 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你打听到什么消息了 说什么江湖医生 江湖医生 埋葬这么多年的秘密 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 什么秘密啊 不该问的别问 随便 这个铺田割口法呀 就查出了林阿珠 情况呢 与鹰山红从杜盛奎那里 得到的情况基本一致 没有更新的线索 所以我就把林阿珠的材料 和之前有过黑帮背景 有过命案人的材料 一起拿过来 多过来 海派 杜盛奎那 几千万 敬 杜盛奎 所有你都从材料上看了 当我描述的林阿珠 都是一个人 土田割口法和林阿珠的案子 依然是我们 第一位要征破的线索 老张 你再去查一查有诙谤背景 和有命案案底的人 有没有做案的可能性 我顺着林阿珠的这个线索 再继续往下查 可是林阿珠的材料 也就这么多了 还怎么查呢 我们还有个活材料 你是说杜盛奎是吧 找你来 是想问问林阿珠的情况 只要我知道了 我一定配合 不是你知道的 这事 是只有你能做 我看过你的审讯记录 高手 高手 是吗 上来不用说话 就是知道对手 是要交代 还是要抗审 瞬间可以发现对手 心里崩溃的 那一瞬间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些 都是我干了很多年 才知道的 谢谢 谢谢